大家好,我是Carrie,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很高興和大家見面 而且很高興我們又去了Burquitlam 今天會和大家分享一個在Burquitlam另一個樓盤 它叫做Smith & Farrell,發展商是Boffel 我們來這裡看看地區在哪裡 上次和大家也分享過Burquitlam這個地區是比較新的 有很多不同的發展商,像搶地一樣百花齊放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宏觀的地區 Boffel就在這個位置 它的隔離對面走過去兩三分鐘 就已經是Burquitlam的Skytrain站 下面是North Road 這裡是另一個低熱的Skytrain站 這邊是SFU 這幅圖是美觀為重,不太實際 我們不如去看看那個地區模特兒 還有我們再了解一下地區 大家可以過來這邊看看 首先說一下地區 現在我站在這個位置 就是南邊 Smith Avenue 是西街 然後高樓後面的位置就是正北 它的左邊就是North Road 這一條是小小的Ferro Street 中間還有一些建築 再出來是Club 就是大街 另外也是Skytrain站 就是這個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有兩個建築 在Burquitlam、Cocquitlam這些新的建築 政府都要求了他們 要加入一些借房間 上次跟大家分享 除了有一個分別的建築 還有一些借房 都加入在建築 但這次Smith & Sarah 這個建築 就有點不同了 它是這棟整棟都是residential 旁邊這棟才是借房的 兩棟都有各自的秘密 包括他們這個建築 比較特色的屁股屁股屁股 包括借房建築 也有的 它自己的主要屁股屁股屁股 也有 我會跟大家分享一下屁股屁股 有什麼玩意 他們之間會分享的 就是中間這個 比較開放的屁股屁股屁股 就是室外泳池 以及派對屁股屁股 這裏就是建築 這個屁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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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也有一些河嶽股屁股 就是這個普通地區 一些行路的位置 其實這裏已經不是街坡屁股屁股 因為它是斜的 所以這邊呢 如果對比在北樓這邊 它已經高了一層 大家看到這裏還有一條 看看屁股屁股屁股 它有兩層 最少下面有些小朋友的場地 這裡有健身 也有音樂室 這邊有一些開放餐廳 文餘設施都會比較豐富 管理費就四毫半一尺左右 這個項目會更為 end users 而設施 因為它無論是裡面的 finishing 或者是屁股屁股屁股的設計和 view 也有些特別 大家可以過來看看這邊 Smith & Sparrow 在這裏 它有兩棟建築 Brento 那個其實就是下面的 South building North那個建築會向著北邊 以及西邊的 view 是會最美的 稍後開圖給大家看看 因為這邊都有樹林 還有Single House 上面是SFU 這邊會比較忙碌 因為對面Cluck Row 就是Skytrain站 這裡會有很多發展 南邊也會有很多發展 南邊也會有很多發展 我們又和大家分享一下 這棟建築的屁股的分佈 它總共樓高45樓 剛才和大家分享了 一樓二樓有些會所設施 也會有些屁股的屁股 三樓和四十四樓的屁股 都會是一樣的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就是分佈 這邊是向北 這個建築的北和西 就是這個位置的景色 會比較美 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這邊是南邊 南邊會往下方 也會說低熱就有更多建築 當你慢慢轉去 靠西南開始 就已經開啟了很多 可以看到很多樹林獨立屋 可能熟悉溫哥華這邊的朋友 都會知道 如果是比較多獨立屋 密集的地方 其實棟林 比較難轉做高樓 它有分佈 現在慢慢掃到北邊 已經在看SFU的山頭 這邊也會很永久保持這樣的景色 一直到正北 正北就看山景 可以看雪山 慢慢轉去東邊 即是接近Sky Train Track Berculem的Sky Train Station 又開始很忙碌 所以東邊東南的景色 就沒有西邊北邊那麼漂亮 跟大家分享一下 屋的分佈 大家了解了景色之後 就可以幫助大家 解決計劃 為什麼說這個項目 Smith & Farrell 可能相對於專屬 或者其他項目 它比較適合end users 自住 因為它比較穿著景色 它的位置選得比較安靜 但兩三分鐘可以走到Sky Train 另外 它的樓盤 其實很少一房一釘 選擇 總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或者職內只有一個一房 兩個一釘 另外這一堆全部都是兩房 B E F G H都是兩房 G可以變成三房 待會再跟大家討論G 這個比較特別的計劃 因為這個項目已經開賣了 剛剛這個週末 已經有人寫合約 一房一釘 據我所知 都可能去得七七八八 一房一釘 和兩房都有選擇 比較流行的是G 和H這兩房 因為風景比較漂亮 我們可以說說G 計劃 G是所有計劃最大的 1,105呎 它是一種設計 因為有些朋友可能需要三間房 他可以把這個 感覺上是多出來的 一個住宅或家庭 合作為一個房間 就像旁邊一樣 特別是兩間睡房 亦都可以說 其實我不需要兩間房 我反而要喜歡大一點的廳 他就可以留在廳 這是發展商 給買街的選擇 亦是沒有免費的 只需要在你寫合約的時候 跟發展商說 我到底要兩房 加一個Flex 還是要一、二、三間房間 加一個Flex 發展商還有其他東西 都可以提供賣家的需要 待會我們進去示範單位再說 不過這個計劃 因為大家都看到 面積比較大 1,105呎 所以它的價位也會比較高 九十幾萬 接訂一百萬左右 一房賣得七七八八 都不說那麼多 一房一釘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644呎 除了房間之外 還有一個書房位 也是有車位 還有一房比較特別的 就是大家可能見過 我拍過很多樓盤片 由關於Metro Town 到專居都有 甚至北溫都有 所有的一房 他們的廚房 裡面的電器 都會小一點 24吋 現在我暫時拍了那麼多片 裡面第一條片 遇到 原來這個一房 或者一房一釘的廚房電器 都可以做到30吋爐頭 跟兩房三房一樣 這個我覺得他也挺照顧end users 不是太為出租來想 出租便便宜一點 這個一房一釘的教會 我想大家可能寄來一遍 也有月初幾萬 F唯一一隻 不是兩房間的 正方些 也沒有那麼浪費 門口一進去 已經是廚 然後分兩邊睡房 剛才我看到 兩房的 zaman價值 如果不說最大的單位 或者最美觀的兩個單位 其他的造型價錢可能是七十多萬 可能是七十五至八十萬左右 因為不同的樓層、大小、高、低都會影響到價位 因為剛才我和這個發展商的director 聊天的時候 他突然問我 Carrie 你喜歡哪一款顏色? 我突然想知道大家喜歡哪一款顏色 一款是Smith Color 就是比較深色的 另外一款是Light Color Scheme叫Ferro 我們現在先去看一款深色的 因為我是比較喜歡深色的 我們現在看的是G-Plan 就是剛才我們說是特別的 1105呎的單位 他一進來 已經看到很開陽的風景了 有個這些小小的 我不知道怎麼稱呼他 叫什麼? C 又是充電位 我平時的充電位很大 充電位可以掛 好 鎖匙位 充電位太陽眼鏡 大家可以想一下怎麼稱呼他 我不知道怎麼稱呼 這個是包的 你看到這日跡 他看著西邊的景色 是SFU那邊的山頭的樹林景色 看你高低了 如果你樓層很低 就可能看到這裡的立屋 還有後面的圖 我覺得是錯的 因為這個景色是向北的雪山 但其實這個計劃 橫向這邊是向西邊的 所以大家都知道 應該是很多樹林或獨立屋 然後那邊 露台這邊和房間的景色 就是南邊的 可以兩房或三房 如果大家要三房的話 這邊就沒有了 這個位置會變成長壁 變成房 但如果大家不需要三間房那麼多 寧願要大兩房的話 你會增加一個家庭的地方 這邊就是正式餐廳 這邊就是客廳 那邊就是露台 整個單位都是有冷暖氣 四毫半左右一呎的管理費 是包含冷暖氣的 我們看看廚房 這隻是 Evening color 我說了我很喜歡的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跟著我 我們從雪櫃開始說起 如果是 Evening color 大家可以看到這隻是 這叫什麼顏色 米色 灰綠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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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會搬人色手柄 這個是雪櫃 牌子是Fisher & Puckel 兩邊開門 下面一個櫃 上面也有儲物空間 按出來 櫃裡面也繼續是 Evening color 這個我喜歡 好了 煮飯的L-shaped廚房 上面全部都有儲物空間 爐頭在這裡 焗爐夾在下面 牌子也是跟剛才的雪櫃一樣 Fisher & Puckel 這邊有很多的櫃桶 大家可以看到儲物空間 也有Soft Clothes 油爐頭 油也是在管理肺裡面包的 抽油煙機 我覺得它做得比較特別的 就是它外面也包了那個櫃櫃面 因為大家看到很多庫道裡面 其實就會寧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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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寧 這個就用來看 大家可以看到 Countertop是深灰色的 是硬梯 包括後面都是全塊 由這裡開始一直延伸到這邊 中間沒有斷開 小碗碟是用了Bosch 它的升盤底也有Organizer 可以整張套出來 大家有需要可以換個高一點的垃圾桶 轉角的廚櫃位 大家在洗東西的時候可以在這裡放垃圾 然後轉角位就可以拉轉盤出來 這個給大家看一下 兩組 現在看到海岸 大家可以選擇不要海岸 要把桌子包起來 其實它總共有五個選擇 Waterfall兩邊的海岸 包括櫃桶和微波爐 然後到中間櫃桶 然後一張長桌兩邊伸出來 到到變回好像一張桌子 兩隻腳加桌都有 總共有五個選擇 給不同計劃的用家去想 到底你想要一個Countertop 還是想要一個大大小的晚飯桌 這個可以大家自己想 我們繼續看櫃桶 這些全部都是可以拉出來 然後這個櫃桶裡面 還有一格Organizer 全部都是Soft Clothes 下面是大櫃桶 薇波爐下面也是 薇波爐下面也是 薇波爐也是Panasonic 兩邊是Waterfall 放到三張巴椅 我們看完廚房 先看主人房 這個櫃桶 門口進來 分開主人房和客房在另一邊 我們先看露台 露台是Corner的 露台大小也很闊 還有熟悉了 大家可以炒烤 然後就看看睡房 地板是Laminated Flooring 這隻是深色 然後進來房間 大家看到就落地窗 真正可以開的其實是這隻窗 應該放到King Size床 大家可以過來看看這個衣櫃 大家看到這些Organizer 包括LED燈 它都包的 然後這邊也有很多櫃桶 它的顏色也配合地板的顏色 主要都是由灰色和咖啡色搭配 來到洗手間 主人房這個洗手間 大家會看到 主要是Shower 是鋪的磚 其實它磚也是 我看到這隻磚有點特別 因為我不知道大家在影片看到 我肉眼看到 感覺上有點凹凸的 光滑的 地面知道嗎 大家不知道看到嗎 它是光滑的磚 但是看到有點凹凸 就是有些質感 不是我們平時看的 是好像平一點 它有一點點效果 這個就是配Shower 它就有個纖維板的底盤 中間有個洞 可以放一些木爐 然後它的Shower 也是可以整個拔下來的 然後兩個升盤 這個升盤的這個位置 都有黏磚 Medicine Cabinet 很重 我們打開兩邊 中間 原來中間都可以開到的 也有LED燈 旁邊 是不是這裡也可以呢 對 全門都可以開到 有五個櫃 啊不是 五個櫃 五個Medicine Cabinet 不通的 各自的 兩個升盤 下面的空間 開一個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洞 這個是主人房間 我們看看另外的房間 這個是兩房或三房 加Flex Flex就在這裡 到時大家收樓的時候 就不包場子 我相信應該都不會有 這些櫃 就是空的 它那個是sliding door 就是這樣關的 透光進來 好 這個就是另一間睡房 它的櫃 裡面有所有櫃 上面可以掛 有條通 我的白色網架 然後有櫃 這個應該是laundry laundry 地上也鋪了磚 因為有時候沙冰出來都濕 無論是一房還是兩房 還是三房 都是全大小的衛宜鋪洗衣機 這些organizer 包括這些掛的 都包的 這塊桌面是quartz 都包的 剛才我們看到的是shower 所以下次這兩間房 我們這間房 用的是浴缸 顏色也是一樣 都是有handheld shower 拔下來 馬桶 和升盤 都是三個medicine cabinet 我們現在去看另一款顏色 大家快點跟我過來看看 H plan 會用了另外一款 Ferro 即是白色淺色的顏色 這個積的露台 比剛才大 整個面積比剛才小 是小一點的兩房 只有875呎 不過景色比較好 它又是向西北 還有這個積會有另一個 很多買家都比較喜歡的 一個功能 大家一進來可以看到 就是它的廚房 是有大窗的 大家很多時候住在condo condo living 都在說 所有地方都盡量做多些 儲物空間 不會像house 可以做到很大的平面 有很多窗 但這隻積會做到 廚房大家在這裡 在這裡洗菜 準備食物的時候 都看著大窗 這邊還有一個可以開的窗 它就把那些櫃 做了在哪裏 大家可以跟我來轉換一下 就做了在這幅牆 就多了很多 處民空間在這裡 這些櫃 都可以打開的 讓我打開 給大家看一下 這邊總共有三個到頂櫃 應該都夠放了 就算沒有了 這個櫃盆上面的空間 然後下面還有一些櫃筒 這個櫃就不是很深的 所以它不會佔了很多客廳 或者客廳的面積 都是淺淺的 三桌子 如果是白色櫃面 它就配這些金金色的手柄 這張桌子 大家看到了 就不是island 因為剛才跟大家分享 它可以有五個選擇 這是其中一個 它就完全不是island 就是一張桌子 就直接給你的 桌子面也是這麼厚的石櫃 跟剛才的island一樣 不過因為它是桌子 要多配置一些人坐 它就沒有做到水櫃了 大家想想 是island的水櫃 但我問你組織員好像比較貴 不過anyway 在這邊 都是整塊的石櫃 然後如果這個窗台位 大家看到 對著窗外 這裡也是石櫃 所以大家不用怕 如果放一些濕的東西 會不會牆壞 你可以用一兩個杯 可以放在上面 這個桌子是全白色的 但這邊的石櫃 有些花紋 有些對比 比較細緻 它都是分開兩邊睡房的兩房 這裡是下廳位 是角落 unit 這邊應該是向北的山景 然後這邊是向西的 有些類似SFU的山景 很多樹的景色 是這樣的景色 篩邪在這裡 當然有冷氣 大家可以不用擔心篩邪 好了 看完客廳的角落 這個露台面色就大一點了 大家可以出來看看 露台出來 看回客廳 可以放到兩組沙發 這邊可以放一個圓餐桌 坐四至六個人都可以的 剛才說過了 露台上是可以客人燒烤的 然後看看睡房 大家可以過來這邊看看 這裡的設定 跟剛才我們看的 是很相似的 都是兩邊組織 這次因為顏色淺了 那些貴的顏色 和地板Lamonate Lamonate Flooring的顏色 都是淺了 然後主人房也是 大部分都是白色 配搭木色 地磚都是淺灰白 整個花勺都是玫瑰金的顏色 很復古的感覺 好像以前歐洲的水喉 這隻磚和剛才我們看的 即時光色的磚 這隻磚就全平了 而且摸下去 其實反而沒有剛才那隻 即時光滑 剛才會打蠟 這個摸上是有少少粗鞋的 它連廁紙位都是金色的 然後跨過入門口的走廊位 這邊就是進來的擺衣 然後這邊會對著洗手間 剛才我們看到的是洗手間 這個就是洗手間 一樣都是金色的花灑 然後這邊就是洗手間 我覺得洗手間有個優點和特點 這個還有很多步驟可以進去 變得更多的空間 有時候有些洗衣桶都可以先放在這裡 不用迫到沾沾沾 這邊就是另一個房間 它現在做了這個Bunk Bag的風格 兩個小朋友都可以一起分享一個空間 還有書桌位 衣櫃大家可以過來看看 都是白色的 裡面的組織也是白色的 差不多了 我們兩房都看完了 所有主人房的洗手間 都是有地亂可以做New Heat 樓底全部9呎 除了這些位置 有些drop down ceiling 廚房的位置也沒有9呎 其他全空間都是9呎 樓底的 四部升降機 然後每個單位都有 是有EV可以馬上充電的 有Locker 那這個Deposit structure 就是這樣的 你基本上可以把第一和第二 放在一起來看 如果你要今天過來寫合約 你就要付一萬元的Band Draft 7天內如果你沒有退到訂 就給5% 減一萬元 那這個其實是第一塊你要付的 就是5% 然後呢 6月1號 就是4個月後 你就多給5% 然後今年的年尾 12月1號 給2.5 明年的年終 6月1號 給2.5 最後一期 就是2023年的6月 你給5% 那就OK了 這個已經是去到最流頂 它會有個Rooftop的Lunch 大家是不需要付錢 或者預約的 就直接可以過來這裡 就享受看見 或者夏天的時候 跟朋友來聊天 像是Sky Lounge 一般這些我們香港 要去到高級酒店才有的 那這邊其實你住在這裡 就已經可以享用了 那看看還有些什麼 這裡呢 還有一個Party Area 所以說如果你不想上去吹風 那你也可以進來這裡 有些泡沫 或者桌桌椅等等 可以在這裡喝杯東西 這樣就OK的 那這個就是那個Rooftop的 一些空間 那不是每個發展商都會這樣做 有些會啦 有些就放在中間 那有些上面就很漂亮 但是就沒有地方坐 會吹風 那所以就看一下 你會不會喜歡這些空間 因為我們這段影片 之前已經拍過專注 那有小航拍 就告訴大家 那個area的發展 如果大家記得的話 那如果想知道更多的詳情 都可以看回專注的那段影片 那裡面有航拍圖 就指了給大家看在什麼位置 那還有呢 要來看這個South Centre的話 大家記住 那個location 其實不是在Burkwilum那裡的 它是在Burnaby Liatal Sprinkler 這一邊的 它是零零碎碎 自己有一棟在那裡的 那所以就不要去錯地方 那還有他們去預約 如果大家不是太熟悉的 會是一條link 然後選擇一個時間 那你今天上去 可能你正在預約的 是兩個星期之後的時間 那等你兩個星期之後來到 可能一月份了 那所以各位朋友 如果你有興趣 或者想早點進來看的話 你可以聯絡我 我有些時間時間已經預約了 可以配合大家進去的 好 謝謝 謝謝 拜拜 都會比較豐富的 管理費就四毫半一分鐘 不是 管理費就四毫半一尺左右 那這邊呢 就應該在西邊 暗暗的海方向 不要緊 剛剛在外面 不知道有沒有跟大家說錯 H plan呢 其實是 西藍 東藍 H plan H plan 一定不是東藍 我看下去 但這個是H plan 肯定 我出去門後看看 為什麼會很癢 頭髮都尿了出來 這個plan 應該是向西北的 給大家看看